拉科羅夫去了印度,因為印度出席多邊的會議 他在現場跟別人對話 現場說到俄烏戰爭是由烏克蘭發動的 由烏克蘭發動侵略戰 那些人就拍到,說下面的人笑到可以當是看笑片 笑得很厲害,最好笑的是拉夫羅夫被嚇壞了 整班觀眾在笑的時候,他被嚇壞了 最後好像樣樣衰衰的 這件事真的是笑料 拉夫羅夫也是賤 很失望當年的俄羅斯帝國不是這樣的 淪落到今天這樣 去到哪裡都像過街老鼠一樣 然後就被人笑,被印度笑 印度之前買俄羅斯的軍火被俄羅斯捆了這麼多錢 然後你現在又去印度那裡,好像叫契弟那樣 其實大家看到俄羅斯是沒有武器大國 其實從來只有他出口 你看他要求別人給他 真的很少見,連中國都可以給他 其實我們都應該要做一集 就是說這30年俄羅斯出口了什麼給中國 我也有些數字在後面 包括我們說的引擎,飛機引擎 包括飛機 直接整個殲11,大家知道怎麼來的 大家也知道,例如殲16那些怎麼來的 其實你都是由蘇27到蘇30那裡來的 你都要進口別人的飛機 你以後才會有這些機型出現 飛機引擎,大家看到現在 雖然現在已經差不多停了 現在應該停了武備 接著還有其他,例如飛彈 中國的飛彈類紅旗9 是很出名的,紅旗9 出名到土耳其都想問我們買 不過當然我們都知道,都不是真心的 接著就是紅旗9的好東西 接著就... 身影還有什麼印象? 陸軍那些 衛士三營就好像是抄BM30的 我沒有記錯 其他都應該差不多 海軍那些艦有些以前那些都是 哦,海軍那些艦就好過俄羅斯了 現在就好過 現在就抄BM30的 現在就好過俄羅斯 究竟051那些都是有些抄的 BJ又說得對 051的批都是有些抄 現代級的 哇,真的... 我想不到有些什麼武器 他當年不是抄俄羅斯的 簽,簽的系列 簽6 簽6 簽6就是米格19 簽7就是米格21 簽6 簽7就是米格21 那是零零射射特別的一個造型 即是直飛無敵 空中什麼? 直飛無敵 空中美男子 美男子 是的,他們是這麼說的 因為如果你說和簽6、簽7 比是一個跨越來的 是一個跨越 即是很特別的一個革命 但當年有個簽9計劃 有個簽9計劃 不過後來都不立學 因為他們發覺技術做不到 以及最重要的是當年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真的簽9沒有辦法走下去 簽9之後就做簽10 其實他們簽9 最後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看到有簽10的項目 所以他們就把錢推到簽10 就直接關閉了檔 不搞簽9 各位兄弟 近來有好東西 聽說有當東西賣給我們 我們不如收購了它 立即做簽10 有一個這樣的傳聞 江湖傳聞 所以就做過簽10 簽10就比較新一些 以及比較西方設計一些 所以你見到俄羅斯 其實從來都是比貨中國的 包括槍 Simon Ng 中國AK 俄羅斯AK 還有他比較modernized 那些槍 是不是他都開始向美國那邊靠那麼多 其實他自己是跟自己不途的 其實俄國是四五十年代 就是剛剛立國初期 他們那時候真的跟俄羅斯拿貨 拿很多技術圖紙去做 但是去到六七十年代 其實他們中蘇監力出現了之後 其實是他們自己摸的路 只要生產技術 那些東西是要自己升級 所以根本上他們 其實中國在步槍或槍械方面 就是要自己去套 但是他只要過上幾種 那些東西是美國的 那些東西是要低伸自己 嗯 這個也是的 中間有一個短層 中間有一個短層 大概有六六六七度 然後去到八九 應該是蘇聯倒下之後 那坦德車位 其實他也是 中國是增加到衝突 所以才拿了一輛車 才可以探究 更新到自己的 生產規教 因為中國不是一個 好用到打車的地方 其實是這麼多人的歷史 嗯 還有你看看羅恩金屬 我覺得其實你當財演放風 這樣就算了 因為你KF-51 你這麼多生產技術這麼新 你德國商務部 肯不肯放出去 都成了一個問題 那第二件事 就算肯放 那為什麼最終目的 是他做什麼呢 因為韓國的K2 是搶了很多市場 你挪威 雖然他挪威 波蘭 其實他在這次的水溫 是打算是 那邊做了維修 保養的波蘭做 那變相 如果德國歐洲 他自己不爭氣 或者他不想方法 繞過車子限制的話 他的市場只要被人掛分 因為你買台車為例 那個數字 其實你對很多分隊來說 那為什麼我沒有人掛 這些相對容易過的批目 好 看看網友有什麼說法 很過癮 1800是米格21 再加米格23 米格23 我根本就知道 對 之際 是